疫情反反复复 很多人在家待不住了 因为没有收入 正常的生活难以为继 如果一直没有收入 你还能坚持多久呢 这次疫情给我们所有的人都上了一堂课 那就是不要再相信某些毒鸡汤 什么钱是挣出来的 不是省出来的 足够的积蓄才是核心的竞争力 现在很多好一点的企业账面上的现金 也只能支撑三个月 更何况没有存款的个人呢 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存款 不但没有存款 反而还提前消费 车贷房贷和网贷缠身 大部分都面临着逾期 经历过这样的打击之后 你是否还敢提前消费 还认为钱是挣出来的 不是省出来的呢 那么疫情过后 怎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这里我给您提四点建议 尤其是年轻人 一要学会存钱 存多少 5000元以上的每个月存20%下来 5000元以下的每个月收入的10%存下来 坚持下去 积少成多 以备不失之需 二减少负债类的支出 不是刚需的东西 尽量不要提前消费 尤其是那些买了之后就贬值 或者后期需要花很多的钱去维护的商品 凡是不能给你带来收入的投资 尽量不去花这个冤枉钱 三要学会延期享受 最好学会一项技能 俗话说 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如果你能够逼自己学会写作 编辑剪辑等等这些技术 能够在网络上挣钱 睡觉都能有收入的时候 你就不怕被隔离了 也再不用担心失业或者是养老的问题了 第四 适当的拿出一些闲钱 做一些稳妥的理财投入 争取多一些这样的收入 因为他不需要出门 不需要上班干活就能够有 这种收入积累多了以后 再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来享受生活 总之 我们要有计划的管理自己的收入 省得以后遇到紧急情况 手足无措 你说呢